就在机车踏垫上被摆放一袋塑胶袋 里头的纸上有一尊佛和两尊菩萨 而下方似乎还有坐垫 只是车主相当纳闷 因为这袋东西根本不是他的 有名状发现他的机车踏垫上 被人放了一袋宗教物品 当下他是把这袋东西移开 还贴上纸条 请邻居不要再乱放 但没有想到隔天回到现场 这袋物品又回到机车踏垫上 这组祭拜的用品是西方三圣 经常会出现在法会或是佛教寺院 但这回不是自己供奉的 而是被陌生人两度摆放的机车上 似乎是要刻意要遗失在这 是不是别有含义 那就随便放 业者指出像是这回拿到纸的材质 可以和纸钱一起收调处理 如果是实体佛像 则需要请人来退神 或是拿去寺庙公庙来供奉 别因为一时方便 随意摆放 不仅对佛不尊敬 更是影响到其他人 TV新闻华正国家曼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